我没想到自己刚想要拿下千刃雪 系统就直接发布了个如此贴心的任务 这系统很懂我 怎么可能 我们一族的血脉三十几两亿 六十几四亿九十几六亿 从没有足拥有十二亿的天使武魂 千刃雪听到我的话 不由的摇了摇头 也许他只是想骗自己清白或者被他亲拔 十二亿天使武魂那是什么样的等级 应该是神级吧 或者超级神级的武魂 他倒是很向往 不过这不可能拥有 要是我能办到 我很认真又真诚的说道 千刃雪看到我的表情都有些被摔倒了 阳光帅气真诚的男孩还真迷人 那行了 要是你真能办到 你提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那可是你说的 别倒是后悔 我直接拉起他的嫩手 先拉钩上吊一百年 不许后悔 我的手指勾着他的葱白小玉脂 那手感犹如德服巧克力 丝滑的过分 千刃雪白了我一眼 这货还真是有点幼稚 竟然还用这样小孩子的方法 那我们出发吧 不要让金饿斗罗宇侍卫发现了 我们私奔到月酒 我嘴巴附到千刃雪的小巧那耳边 小声说道 口气都喷到了他的白那耳朵上 他感觉痒痒的 抿了抿烟红杏感的樱桃小嘴 转了转灵动的丹凤眼 偷偷跑出供奉店 新鲜随后想了想问道 月球是哪里 月亮就是月球 千刃雪没想到月亮还有这样的称呼 也没有多说什么 我以前开绝一条秘密通道 可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供奉店 小雪老婆真聪明 我举了个大拇指 看着她那精致的脸 灵动的眼 凹凸有志的身材 忍不住很想把她吃了 不过我还要等 看是否有机会 在冰火两一眼中把她吃了 那就再没好 想到这里 便与收拾好东西的千刃雪 一起向着秘密通道涌去 小雪老婆 你现在是多少级 我跟在千刃雪身后 只见她的金色秀发 如瀑布般垂于盈盈一窝的小蛮腰上 四十级千刃雪没有任何隐藏 因为她看出我对她没有任何恶意 从之前被强吻到 在被蛇毛豆罗发现 还有爷爷的出现 眼前的男孩表现得很勇敢 这辈子有一个男孩 愿意为她付出生命的代价而想娶她 让她很感动 她能看出我眼中对自己满满的喜爱 之所以她才会带我进入秘密通道 偷偷离开供奉店 那小雪还真是天才 我听到千刃雪的话 不由地想起斗罗大陆的剧情 按照原著的时间线 四十级的她不应该是在 天斗帝国的皇宫中扮演雪青河 怎么还在供奉点 难道是系统绝的原作者 那样的设定不合理 修改了斗罗大陆的时间背景 管她呢 反正自己能 幸福就好了 我抛开脑海中的想法 很快便离开了供奉店 哪里 你才是天才吧 你应该是先天满魂力四十级吧 千刃雪问出她心中的疑惑 还真被小雪老婆给猜测到了 不过你也不差 先天满魂力二十级 我与千刃雪走在五魂殿主城中 这里的建筑风格很有北欧风 不像国风 那些侍卫也全都穿着金属铠甲 手拿着长枪 还有支援部队 落日森林怎么走 我突然停下来 抬眸将视线投到了千刃雪的脸上 落日森林有让我成为十二亿天使的东西 千刃雪皱了皱柳眉 美丽的脸上写满了疑惑 落日森林她去过许多次 并没有发现什么神奇的物品或者仙草之类 那里有一个契机 可以让小雪老婆的武魂成为十二亿天使 要不要带我去呢 我摸了摸头 思索一会说道 当然 我肯定不会说是系统的千刀任务 千刃雪点头 随后我上了一辆马车 向着落日森林而去 一路上 我欣赏着斗罗大陆的风景 当然也欣赏着千刃雪的美丽容颜